我有一种assume knowledge 我觉得没什么可多说的 真的没有熟悉过这些东西 最重要的是如何显更多的关键词吗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澳洲小王子 昨天和一个好朋友聊天时 他问我在这么多年 就是教PT雅瑟CCL 包括之后教营销销售课程当中 碰到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错误是 威廉老师跟我说的 就是我有一种assume knowledge 专业上名词叫知识的诅咒 什么叫知识的诅咒 就是我因为已经知道了解了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就假设这些基本东西 你们也知道 所以我在讲课当中会非常快的 就把它给过去 甚至我就不说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 但是其实这就知识咒 因为这个东西 我自己看了已经无数遍了 所以我当然觉得很信用成竹的 觉得很easy 我在没有得到任何你的信息反馈的情况下 或者是我只是知道你雅思可能考了5.5 我就假设你已经知道这些东西 或者认识这个单词的 或者我以前教书当中会非常怪的带过这个东西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说pt考试要用模板 然后我觉得模板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没什么可多说的 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一年级就会有模板了 因为我一年级去上什么新概念英语 它里面全是模板 新概念英语里面就是有模板 然后你玩套词 我也老师从来没教过 我觉得也会了 所以我觉得模板这个东西我给到你以后 我们可能就讲5分钟 也许就会做了 甚至我都觉得不需要讲 但是我发现很多学生可能是 真的没有熟悉过这些东西 导致他们觉得 其实还是要讲一下 为什么使用这个模板 这个模板到底有什么好处 然后里面填什么词用什么词性 对 这就是我当时在教书当中犯到的一个错误 就是我假设他们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了 所以我觉得讲这些东西好无聊 我们讲点高升点的东西 因为你也知道pt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是如何写更多的关键词 对于我愿意讲这上面的东西 而不是老师跟你说怎么用这个模板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用模板的 我不需要你 就你已经来上课了 你还让我教你怎么用模板 我觉得你来模板就是10分钟就可以把你讲完了 是吧 但是这是不对的 OK 所以我现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花一点时间 直到我们确定每个学生 他们知道怎么使用 因为有些学生他们就是可能不习惯 对不对 当然了真的知道了以后 我们重点还是要放在如何抓观点词上面 对所以这就是知数的诅咒 你用你已经知道的一个knowledge 去假定去谋定对方已经知道的东西 这样的话导致你的上课就是讲的莫灵两可 尽管你讲的可能讲的特别好 但是对方就是不理解 其实一个好的老师就是这样 我以前跟过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就是他能很快的抓到我的弱点 弱了点以后 他根据我的弱点从最底层开始抛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 喜欢我的视频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